我终于找着你了 找我何事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想见你 真的 真的 自从咱们上次在清廟见过之后 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做梦 因为每天梦里都能见到你 每次醒过来的时候我就害怕 我怕咱们就只有一面的缘分 我怕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你 现在好了 我找到你了 找到你我心里就踏实了 话说得很好听 这是常年风流养成的手段 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我不觉得有什么误会 你说你是郭宝坤的书童 我让林二已经去问过了 郭宝坤身旁早已不设书童 来如此 你找郭宝坤是非路 别动 打探我的消息 半夜私闯女子闺房 是何等的无礼放肆 你别动 你别动 你不许动 你要是真不想见我的话 刚才那姑娘在的时候你就爸见了 你别动 你不许动 这里是皇家别院 若真让人抓了 怕是要定个死罪 所以你对我还是 你 我与你相识一场 并不希望你有性命之忧 可是 我也不想听到你这般言语 你真以为 你真以为我是那种轻薄之人吗 你走吧 你听我说 是要多开除通风 你干什么 但是夜里风这么凉 还是关了吧 我让你走你听不懂吗 你把刀放下 把刀放下 走 我让你走 你别激动 我这就走 我愿意走 不是因为我自认风流 我是怕你伤着自己 但是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发自肺腑 绝无半年轻薄之意 等等 你究竟是谁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凡贤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竟如此羞辱我 我真的是凡贤 你明知道我与他有婚约 故意说他的名字来戏弄我 这个没有关系 我 我是叫凡贤 凡贤就是我 我交了好多年凡贤了 我真的是凡贤 他那醋皮不堪之人 但是我早已见过 还是诗会上 你一直与我看的 诗会那天事出有因 回头跟你慢慢解释 范贤怎么就粗笔了 当界行凶 口出狂言 出言不讯早就传遍了 你要认识一个人 你得当面 可你不能听传闻啊 那在马车中 与歌姬同行呢 我没干过这种事 那说明你就不是范贤 听错了传闻 都是我亲眼所见 我想起来了 那天马车上是范思辰 可我没在车上 你误会了 巧言善变 我告诉你 你 你再不自重的话 我对我自己 真下着去手 若若白天与我同行 我若不是范贤的话 若若怎么会带一个 陌生男子来见未来嫂嫂呢 你久居京都 当之若若为人 他不会这么无礼的 你 我怎么说你才信我呀 你把那首戚言写给我看 果然是你 这是知道的人不少 为何因此端定是我 知道这首饰的人是不少 但字写得这么丑的 绝对没有第二个人 李鸿腾给我倒 相信我了吧 怎么回事 我没必要进去看 叶小姐 就让开 真的顺熟了 让开 你 也不得了 期训 sa